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一个流量艺人 唱歌跳舞的艺人 显然是货者 那各位朋友 我这日子对柯文哲有非常多的批评跟观察 其实你看到情况就这样 就是你那种 台湾社会那种痞子无厘头 那种尺度秀下线 其实都在他身上跟他的支持者里面好发现 那你有时候觉得说 这种人 他讲那么多错 好像大家都可以原谅他 对啊 就说因为他直白嘛 他有什么毛病嘛 对不对 他每次就用这个 那今天写上总统不是大家喊爽就算了 对不对 其实各位朋友有没有发现 全台湾支持柯文哲支持度最低的城市是台北市 台北市民比较清楚 这个人就是一张嘴巴什么都不会做 那联合报这边写的 当然针对柯文哲最近 因为他最近声量大嘛 我老实讲 昨天凯道那一场 本来就是要替柯文哲造势 大家记得我 从两个礼拜前我要讲 这个就是要替柯文哲造势 那顺便呢 怕人家讲说 哎 你黄国昌 你跟馆长 你们两个怎么可以这样 对不对 你们要打公平正义怎么可以 只找柯文哲 因为他们先要柯文哲 后来他们只好要其他总统候选人 所以 侯友宜跟郭台铭都到了 那 赖清德当然不敢到啊 因为他执政党嘛 人家的司法 还有基础正义 当然都是对着你执政党嘛 那周天的整个活动 中国十八今天标题写 凯道 公平正义的大会 变成挺科大会 其他人上去都会被 被吸 被喝倒彩 那柯文哲就很得意 那当然 昨天很多 很多人到现场 都到什么地步了 我抵口直断 全台湾没有人比我准 我每次都在跑群众运动 有多少人到长 两万上下 他们说四万 我说多少 那自由十 那个三立新闻老把他写说 来万破千 号召要万人来破 大概有千人 也太少了 我讲的最准 因为我是经过 我跑新闻这几十年的经验 那我们这种 这种方式其实很简单啊 警察机关也跟我们用 我那时候刚跑新闻的时候 我就跑群众运动 后来我就问了很多前辈 你们怎么计算人数 我就把它综合一个方式 就是你多大的面积 你在现场看多大面积 这个面积可以占多少人 只有这个最准啊 当然你要看他的松紧程度 那他这个 他这个其实是一个小七块 媒体拍起来很大很大 好像非常大 他从公园路 就是哪一块呢 他的人就在哪一块 就是外交部 跟 跟那个台北宾馆这一块啊 就是你看到的就是这一块 他不是延伸到总统府前面的重庆南路 各位懂不懂 就是公园路 然后跟中山南路这一块的 凯达格兰大道 就是这个七块 那这个七块你看他那个样子 两万人 小董讲最准 其他人都在唬烂 我不骗你啊 有的把他唬烂很少 有的把他唬烂很多 本来克文哲 他们打算来的十万 那民进党怎么弄他 先弄黄国昌 黄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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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家之外 还占用国有地 他的三十二块地里面 有一块被人家当做停车掌 他过去人家问他 你怎么那么多地 他说都骑行地啊 种种菜啊 结果去发现不是 有停车掌 那就很多人去那边做秀 弄一弄 然后黄国昌就被斗错了 这一套是黄国昌们 过去用来斗错国民党的 民进党用这一套很有效啊 管你有没有用 因为政府会出所嘛 所以国有才很急出来说 没有错 黄国昌 住家那个就是占用国有地 他住家旁边还有一个违建啊 就占用国有地啊 那黄国昌昨天上台就承认了 没错 看你政府要怎么处理啊 所以民进党政府是什么 我手上握有你所有人的把柄 你平常乖乖的我不动你 自己人 你现在不乖 我就拿出来动你 各位懂不懂 你要是跟我那敌对 我就指控你有 四年前指控韩国瑜的业户 李日贵 他曾经跟政府追块地 这块地下面一定埋了一堆 对不对 一定埋了一堆什么 那时候子宫他 我记得好像就是黄国昌啊 你买了这块地 你没有做什么用 你一定是用来买 废弃的东西啊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开挖 开挖开始挖不到 后来扣大 挖了几十个洞啊 什么都没发现啊 各位 你用的这一套 就是民进党永远在用的 你过去跟他同意我的 黄国昌跟他同意我的 那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各位我讲就这样嘛 所以今天 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府 我们是一个太监的政府啊 柯文哲骂太监要道歉 我小董我在这边 先提出我的不自杀证明啊 我们的政府就是太监政府 畜生政府 我劫不到歉 我们中央政府就是太监政府 畜生政府 都是工厂的太监在做事啊 倒怎么歉啊 垃圾就是垃圾 还对他客气啊 各位 我讲哦 你今天才发现吗 才发现黄国昌 因为黄国昌跟你做对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他们 我们的政府 所有的这一单位都变成工具了 四年前 韩国瑜挑战蔡英文 国有财产署就去开花 请国有财产署 因为你开花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请署长自费 那开花的费用自费啊 为什么要用政府的钱 去对付韩国瑜 对不对 说他老丈人 当然租了这块地 一定有偷埋 一定 一定有偷埋飞机物 结果什么都没有 那你国有财产署 花这个钱是谁的钱 老百姓的钱啊 全民的钱 为了帮蔡英文 这个垃圾总统 来嫌疾啊 蔡英文除了干垃圾 还能干嘛 你们就是这样啊 民党把国家 所有东西视为己有 我想怎么样用 就怎么样用啊 对不对 你那场秀 去开挖了好几天 什么都挖不到 有没有人出来道歉 有没有人出来说 这个钱我出 没有啊 我们今天看到就是一个畜生党 畜生党秀下线秀到 完全不要脸 然后你今天在看 在选举 今天年代报的声论写 柯文哲最好笑 柯文哲跟吴子佳 我跟你讲 吴子佳 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在帮柯文哲 各位你如果长期听我讲 包括他做那些民调什么 都是在帮柯文哲 柯文哲本来民调第三 谁把他做成第二 吴子佳啊 后来 又有人就做第一啊 柯文哲就变第一啊 那民调是谁做的 美丽老电子报啊 吴子佳从过去 从过去柯文哲 选台北市长很危险的 行求连任很危险 你知道吗 吴子佳帮他吹票啊 他们其实从过去到现在 我非常清楚啊 吴子佳这次董事长开起来 跟柯文哲 他办酒厂 跟柯文哲在北部办 到南部办 开放大家来报名 结果报名的人不到一半 跟他们一估的人 来讲不到一半 他就跟柯文哲联系 打点信给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也觉得 他应该是来帮他 柯文哲不读不回 不理他 那他就 他只好发一个说 既然你不读那个 我这边就解散了 柯文哲总部 吃豆腐 那你就解散了 反正我们也没有付钱啊 就严议他什么 别人来上就要付钱 我们因为没有钱 柯文哲最喜欢自己装没有钱 然后好像在说别人都有钱 所以他很辛苦啊 每天都在骗啊 台湾民众党 是台湾所有政党里面最有钱的 台湾民众党 可是柯文哲每天 讲自己都没钱都没怎么样 没有钱的政党能够租台波大楼吗 台波大楼在哪里 你在兄弟饭店隔壁 你没有钱的政党租得起吗 有哪一个政党 像你一样租高级商业区 没有 柯文哲 每天装穷 这个人就是每天装 然后 你要是被人家发现了 就说因为他 他有什么毛病 他心直口快 就每天用这个来解脱 对不对 他到日本讲日本话 哎呀我们台湾的伊林 根本不在乎他钓一台主钱 是不是 这个要是别人讲 那不得了 仙男大坡 可是他讲 没事啊 柯文哲在台湾 有所有的货免钱 他每天都在做错事 但是他 他有货免钱 生鸡押走 你家里 农家 对猪好的不得了 这个猪跑到厨房去找东西吃 生鸡押走 生鸡押走 那单位啊你说 是不是 是啊 柯文哲现在就变成一个这样 然后很多人说 哎呀一定要投柯P啊 那是没有常识的 对不对 完全没有常识 他有办法治国吗 他台北市做哪 哪一项 你告诉我嘛 2014跟2018 他嫌疾他的政见 他做过哪一项嘛 柯文哲最大的问题 就讲过以后 就以为做过 其实他都没有做 他做不了事情的 他嘴巴都讲得很好 这个就是SOP 哇我们医生 就怎么样 像你这种医生 好好笑哦 台大怎么会出这种医生啊 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 各位我讲的是很 很大的控诉 我说柯文哲什么都没办法做 给他8年 台北鸡蛋现在还在那里啊 现在后面的人都在擦屁股啊 他上任就开始骂好龙边忙 哇好像他在擦他们屁股 哎呀五大必案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在那边玩了一年多 每天把市政府只要对前任 不管马航九后好龙边不利的资料 就拿给那些名嘴 然后那些名嘴年代 一定是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弄啊 三亿民事就开始弄了 那名嘴看哦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各位你今天看到是名嘴还是垃圾还是畜生 当然是啊 他们每天骂我这个就怎么样 那为什么到现在 现在8年了 为什么没有弊案 什么名嘴啊 畜生嘴啦 错嘴 我老实讲对不对 你讲了半天 你们讲半天什么都没有啊 跟小董不一样啊 我跟我跟那些名嘴最大不一样 就是我讲东西是真的 他们的东西就是 垃圾嘴畜生嘴 就是要糟蹋别人来表示 表示柯文哲都了不起啊 表示民进党台独都了不起 他们主要是这个用意嘛 那现在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大家发现了 原来是这样的饭桶 对不对 他还没当台北市长 我就知道他是一个饭桶 我跑过这么多人台北市长 哪一个我不熟啊 你一看他的出手就知道这个人 什么都不会做 他就出一张嘴巴 然后大家听了好高兴 哇 这个是不是流量艺人啊 充流量的艺人 他来牵他的粉丝 充 他就是做这种事情啊 他是不是一个艺人啊 对不对 哇 好多人喜欢我 哇 就好像 昨天的凯达哥难道 那两万人 哇 好多人喜欢我 哇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拍起来看起来好像很多 我告诉你不多啊 我告诉你不多啊 人很少啦 但是也没有少到像三逆新闻网 手写那样啊 我告诉各位 我讲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哦 你可以看到 他们就很自名得意 哦不得了 或怎么样 好好笑哦 然后到那边 哦 可以看到了 其实在整个台湾社会哦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很假的 都在企业别人啊 小董 我也 哦 算一咖名嘴啊 不敢自己说都了不起 我也有我的粉丝啊 但我不 我不要去企业我的粉丝说 诶你必须怎么样 因为我讲东西 跟人家最大不一样就是 我讲东西一定要真嘛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 柯文哲他们 或者民党那些人不是啊 柯文哲一发现吴子佳 吴子佳说我跟你联络 这么多天 每天发简讯给你说 我们赶快 南部为什么这么少人来报营嘛 我们开放了 北部这么说 为什么这边人很少 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民进党在打压 我们想一个方式 对不对 柯文哲不读不为 吴子佳说 诶他怎么回事啊 因为吴子佳其实 董事长开讲也是在充他的流量 我非常清楚 他也在充他的流量 那在流量 他发现柯文哲怎么越来越大牌 我帮他这么多年 帮到现在一直要帮他 我要让他当总统耶 他既然以为我是 巴在他身上有什么好处 我要证他的流量吗 所以吴子佳就火大了 这个活动停办 也不要来了 大家也不要 然后柯文哲总部就开始修理他 我们要 我们没有 我们因为没有付钱 所以 你要停就停 也没关系 吴子佳说 来我这边 参加 吴子 我的董事长开讲的人 没有人付购钱 包括郭台铭 包括侯友宜 没有人付购钱 你不要糟蹋别人 糟蹋自己要不好 柯文哲就是每天摘账 柯文哲以摘账起家 摘账年盛文 在他竟然总部装切进去 他就是靠人摘账 看到什么人就跟人家摘账 你就是怎么样 好像自己都清白 柯文哲会清白吗 柯文哲会清白吗 大家看嘛 从台北市政府 捞了多少钱 出来讲 波多野节衣的优优卡 给了谁 不敢讲 跑去抖起来 台北市政府 在柯文哲时候 你看那种天价 什么一直在讲 各位 我们最近很多人在讨论 我一个朋友黄志贤 他在寫 到底谁把AAIT 交给美国政府 而且他还扣张 扣张到内湖国中的地 他一个小小AAIT 要搞那么大干嘛 对不对 越弄越大 为什么要这块地 要来做仓储 要来做休闲中心 政治大学的 严正生教授 他说 其实这个 就如果到了战争 那个是要做 做停机场 就很多人要撤 这个其实是一个停机场 本来AAIT就有停机场 可是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 他测桥测很多人 土地绝对不够 所以这块地他就可以做 2.1公顷就可以做停机场 就各位 那你看 谁给他了 柯文哲 大家看 柯文哲跟AAIT 柯文哲本来那边要盖社宅 AAIT反对 说你该社宅 楼那么高 我们AAIT都被你看光光了 不行 柯文哲就停止了 那 后来 AAIT 美国在台协会跟他讲 我们旁边还有一块地 这块是你们的内务国中 的一定地 我们要用 柯文哲说好 柯文哲还讨好对方 各位你看这是不是人 他对他讲 我们现在台北市 我们人口生意都减少 我们已经少子化了 所以你尽管哪去用 各位 你是在干嘛 所以有记者访问我 我说这叫租借嘛 对不对 我说这叫租借嘛 柯文哲完全不了解台北市 已经到离谱地方 台北 多数 台北有12个行政机 多数行政机人口在减少 内湖在增加 多数都在减少 可是内湖在增加 那柯文哲自己完全搞不懂 因为他每天糊里糊涂 自己干这个市长 这边讲讲话 媒体报道他就很爽 哇那边报道他就很爽 哇他就 他就在震流量嘛 自己把流量做大 流量做大 就总统就 就有机会嘛 他是一个毫无能力啊 在台北市 他的政见没有落实一项 各位 你真的去跟他检验 对不对 他最重大的政见有几项嘛 社宅五万路在哪里 社子导要改建在哪里 捷运有做一站吗 一站都没做啊 不要讲一条啊 对不对 内湖交通有改善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啊大气弹 大气弹在哪里 不能用啊 后来台北市一言说 让我们进去 被柯文哲把他 把他 把眼熊禁止建了 我们进去 里面淹水 那个水里面还有乌龟啊 各位 不相信你上网 我们大气弹被柯文哲把他 哦就 禁止他在 他在继续盖的时候 里面淹水啊 有乌龟 这就柯文哲了 然后很多年轻人气质肉 哦阿伯 现在年轻人不要脸 畜生无敌啊 对不对 他觉得高兴是好 他 我在追逐一个 一个明星嘛 一个网红 我才管他有没有什么能力 那过一阵子啊 过一阵子 可能这个网红我不喜欢了 是不是 你今天就很多明星 很多人就被 被高度吹捧 然后下来就绝望了 原来他这种人 是不是 以前 王立宏多少人喜欢啊 我有没有上电视 他看我一眼 我也看他一眼 他大姐我有点面熟 我当然知道他是王立宏 那我就跟他点个头 没有讲话 我们在录影间 我常会碰到一些艺人啊 那还有多少人受欢迎 大家看颜亚伦不受欢迎吗 很受欢迎啊 十大杰柱青年耶 蔡英文颁奖十大杰柱青年 颜亚伦呢 现在是怎么回事啊 各位大家看嘛 哇很多人追逐了半年 半天追逐了多少年 哎呀 破灭 是啊 就很多东西你随时可以 舍弃的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随时可以舍弃的 所以柯文哲 现在他追逐 最后一个流量的艺人 他觉得很爽啊 吴子佳很气啊 吴子佳那么多 我帮你这么久 你今天还要栽赃我 抹黑我 好别人给我钱 然后你没有给我钱 我不爽才把你弄掉 柯文哲是在暗示这个啊 对不对 我高雄那一场 因为我没有给钱 我柯文哲没有给钱给你吴子佳 所以 所以你就那个 你就把我的停掉 吴子佳说没有啊 我没有收任何人钱啊 我一直跟你联系 你不理我 你以为你已经大 大牌了嘛 吴子佳 把柯文哲从第三把他拉到 有时候都跑第一啊 民调啊 他气得要死 吴子佳我认识他二十几年 他过去也是电视台老板 各位朋友 你们都不知道 我对他背景是很熟啊 他就是非常利 可是现在对民进党很不爽 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 那当然台湾的变化很多 大家好 董哥记得喝水 好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的行程 我今天 要去上 爆卦 大爆卦 三点 然后 还要上一个 周玉琴的头条开讲 好 好谢谢 那我们今天从柯小姐开始 好 柯小姐 谢谢菲律宾柯小姐 非常感谢 菲律宾的柯小姐 她对我非常支持 铁人 然后爱丽科斯 谢谢 谢谢 咦我们那天有没有念完 有我们那天有念完 有念完 OK 好 王主恩 谢主恩 支持董哥 很感谢董哥 还有菲律宾 董哥 看到你平安 真的太开心了 是 天乐 骑车要多喝水 谢谢 非常感谢 然后董哥武安 谢谢 多喝水 谢谢 非常感谢 那 丙龙 是汽车 还有丙龙 非常感谢 然后致胜 董致胜 谢谢 G6的游行 四年前 没有错 他讲 今年 可以看到 这些情况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台湾 有很多诉求 是会一直在重复的 过去 蔡英文也用 什么基督争议 来打马航九 结果蔡英文上任以后 双北的房子 涨25%到30% 比马航九 实在更厉害 所以任何年轻人 你一年赚 60 80 100万 你都来不及房子 因为你要买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 一年至少增加100万 一年增加100万 你赚的钱 永远追不上他 你的收入 60 80 100 整年的收入 有这么多好 算不错 你全部都不要花 哪来买房子 都来不及被 皇家所追 好 OK 马的歌姬 三字幕 谢谢 那马的歌姬 是叶兰的好友 是 谢谢三字幕 洪家舞 还有 王梅文 文文 王文文 是 谢谢文文 谢谢 非常感谢 好 我们准备回现场咯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把 欢迎小董真心话 其实有时候你在看 民进党 昨天他们在延山 集办大腕店 集办他们的前代会 那蔡英文 莱靖德 然后陈建仁 莱靖德认为说 他现在要尊蔡 知道 因为现在国民党自己 蓝营都内乱了嘛 又有白营又有怎么样 真一分一分 其实莱靖德现在 相信一下 他觉得自己很稳 虽然大家讲说 他就一直过不了天花板 你不要听那些名嘴了 台湾那些名嘴 多数都是烂嘴 我敢讲 都过不了天花板怎么样 他不需要过天花板 不需要过天花板 干嘛过天花板 我很早好几个月前 三四个月前我就提出了一个主张 对不对 叫四三三啊 那赖清德只要掌握四成就好了 三三呢给你们去分啊 最好沟台银再来选 你们继续分嘛 剩百分之六十你们去对分啊 你们最多每个人三十 我四十我当选 各位其实简单道理就这样 我这个是普通数学问题啊 就说你不管多少人出来投票 我就是占百分之四十 我就当选了 你们 侯友仪 柯文哲你们共分六十 可能侯友仪 拿三十五 柯文哲拿二十五 你们加起来就是六十啊 你最多就是这样 要不然各拿三十 要不然你拿三十二我拿二十八 就这样 你们就一直是这样 我就赢了 对不对 那如果再分的话 你说那三十二三十五 很逼近我四十啊 如果再有一个沟台银出来 他再分大家百分之十百分之八 那分一分你们就更不会当选了嘛 因为支持我们民进党的 这些人不会跑票 其他东西会流动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所以险级哦 其实没有 没有什么招数了 大家都有他各自的盘算 那现在 柯文哲 柯文哲就说我抓年轻的 因为国民党跟民党这种 他们有很多中老年人的人 这些人是一个铁板一块 比较难动嘛 你很多经济显民 一定是比较挺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的经济 毕竟是比较 比较有经验 比较稳固 你要两岸和平的 当然就选国民党嘛 那民进党呢 民进党呢 民进党就 他过去的那些庄角 那些地方组织 然后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 这些东西 他觉得他大概有40 那年轻了 二三十这就是柯文哲现在抓的 他越来越往上爬 本来只有20到29 现在20到39 现在20到49 有些人就 哎呀 如果这样的话 就还是挺柯文哲好了 不然又让民进党当选 因为 不想让民进党执政的有60 不想让民进党执政有60 那如果这60是分开的 这是 这是最 大概这一个月做的民调 在我讲之后的民调 不想让民进党执政的大概60 所以很多人也引用 这个大概一个月前的一个民调 那我讲433这个概念 已经三个月了 我很早就在民进党在用这个算法 在搞这场选举 那现在选几 选一选 一位年轻的 馆长 或者网络 很多是柯文哲可以 可以去操控的 柯文哲的网金非常厉害 他不承认他有网金 他说他叫义勇金 柯文哲每天都在嘴巴 嘴巴喜欢 喜欢讲一些AE的 或怎么样的话 他除了嘴巴之外 他其实 他毫无执行力 柯文哲是毫无执行力到几点 就是我 因为我看这么多台北市长 我是非常清楚 这个人是毫无执行力 但他嘴巴会讲 他做好多话 在哪里在哪里 没有啊 你看到就看不到啊 那你当初怎么讲 他昨天到居住尊义 柯文哲配谈居住尊义吗 柯文哲 2014年骗台北市的年轻人 选我 我盖五万户设宅 他配谈居住正义吗 我那时候就开始讲不可能 他们就围剪我 也是这一群太阳花的畜生们 太阳花没有什么学生 太阳花就是畜生 开始围剪我 哇 说我都不懂啊 八年后见真章啊 是不是 2014年我都不可能啊 因为你不晓得那个地的复杂性 柯文哲很简单说 我这学校少子化 我把两个小学把它合并成一所 那这个学校我就要来盖 盖社宅不是很方便吗 理论上很不错啊 可是学校用地跟住宅用地是不一样 你要改啊 那这两所小学要合并 凭什么我家小孩的学校要并给别人 我要走比较远呢 他本来可以走路上学 为什么他现在要坐车上学 小学生呢 各位光你这个你要协调都困难啊 是不是 要被并的这个学校 他就有会有家长的自救会 为什么是牺牲我小孩 为什么不是对面那一个学校 的小孩来给我并 各位简单讲就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是有很困难度 柯文哲不晓得 他以为我受欢迎 我只要怎么讲都可以 他搞社子岛也一样啊 社子岛把这七十几投票给他 他认为社子岛我要怎么改造就可以 帅区 哇这个都支持我的 都支持我 你要他的地他跟你拼了 他跟你拼了我支持你 我要献地给你啊 你柯文哲你以为是谁啊 社子岛八年前跟八年后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改变 社子岛我一直骂他 骂到七 第七年以后 台北市医员 执行柯文哲说你社子来政策 你说你给你四年你盖两万户 给你八年你盖五万户 你现在自己 看看你可以盖多少户 他说大概 我这八年大概一万八千户 一万八千户各位朋友 三分之一啊 柯文哲昨天站在凯道 我可以讲这种人哦 让人瞧不起他有那张脸皮吗 他在谈积住正义 2014年他就是讲积住正义了 那时候做民调 年轻人十大最黄感的事件 第一件事情就是房价太高 所以他就打积住正义啊 我要盖五万户 柯文哲昨天站在凯道 哈哈各位看 各位有多少糊里糊涂 或者很多死不要脸的人在那边挺他 你们是垃圾啊 你们白痴啊 你看到2014年他的 八万户的承诺 他当台北市长八年 该几户啊 他是 积住正义 这四个字对柯文哲他承受不起 他是脸皮超级厚 有一堆脸皮超级厚的人在挺他 我给你八年了 你该在哪里吧 柯文哲你告诉我 你还好一次讲积住正义 你要钱有钱 要地有地 为什么你只改一万多户 你不是要盖五万户吗 你为什么只盖一万多户啊 里面还有很多是好农兵时代的 是不是 大家去万方那边看看 那些都好农兵时代盖的 柯文哲去剪彩的 然后 黄珊珊选市长还有一堆人在下面 哇支持黄珊珊 哇 柯文哲盖的这些 让我没有房子住 你们要当白痴也可以 没关系 但是不要故意骗老百姓 因为你们心知肚明 那是好农兵时代 开始盖的 一个人可以 为了挺柯文哲 这么不要脸到下见下陷 去骗老百姓 哎这是柯文哲盖的 你好意思讲啊 把别人揽为己有 柯文哲是多么的瞧不起好农兵啊 对不对 结果在收割好农兵的东西 然后也不狂子也不够这么多 一万八千户 你有什么资格谈基础正义 你有什么资格谈司法正义 柯文哲在台大 自己弄一个公积金 叫厂商来交钱啊 厂商 做台大的生意 要交钱给他公积金 公积金谁在用 他的小组在用啊 各位这个如果是别人 早就半贪污了啊 我讲的话公道吧 可以吗 可以吗 你们有一个公积金 什么叫公积金 我们这个小组三十个人 今天 我们里面拿一个护士 他爸爸生病 大家合送 不叫基金或什么 对不对两千块送过去 就用公积金啦 不用每个人出钱嘛 够两天 那个 对不对 里面拿一个成员 他爸爸过去 大家合送一个花篮 或什么 花签啊 或者什么 或者什么礼 或者包一个礼 譬如说 这么多人嘛 包三万块 就用公积金出 啊 过一阵子 大家 尾牙到了 大家换季 开个三周 对不对 吃了两万八 好 也是用这个公积金 这个就叫公积金 啊每个月每个人 可能出个一千块两千块 然后厂商也出 厂商不能参加你的活动 厂商也要出 这个是不是贪污 当然是啊 你就跟厂商拿钱嘛 只是你拐个弯 可是 柯文哲有没有被办 没有 司法争议碰到柯文哲就倒退啊 柯文哲没有被办 这个要是别人 百分之百被办 如果他是国民党 百分之百被办 我告诉各位 我对司法太懂了 柯文哲谈司法争议 谈皇屋争议 真是可笑嘛 我们现在在国家是怎么样 整个国家的公务员 有多少人是民进党的机器 像狗友财产署 去办理例会 说他可能在下面 买很多废弃物 花很多钱 然后挖了半天没有 只为了打击韩国医 然后现在呢 狗友财产署就跳出来 哎呀 黄沟昌的皇子 果然是违贱啊 所以 他来这边谈 基督争议 没有震荡性 狗友财产署啊 要保官位 当然要这样讲啊 我们 我们今天是变一个怎么样的社会 因人而异嘛 如果今天黄国昌 还跟民进党 站在一块 还力挺赖清德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就 就没有人去查他了 那谁去查他 民进党那些网军啊 对不对 谁去天牛家后 四叉猫这些人啊 哇 这个就是哇 然后很多民进党 那些立营的名嘴 就到现场去做秀 去打卡 哎呀我今天到国昌老师的这个 违贱这里 来 大家来看 这个停车场 哇就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开始骂黄国昌 哎呀这个人怎么好意思讲 基督争议呢 自己的房子都占国有地啊 对不对 自己的号称骑云地 也有两三百平啊 都在做停车场啊 诶 人家讲的没有错啊 可是过去为什么不讲 因为过去我们是同一国的 所以你过去干什么坏事我们都没有看到 我们都不会追究 各位这就是民进党啊 是不是 所以你今天看到 我们 是由一个龌龊下流的政党 在执政 垃圾嘛 我记得喝水 董哥刚聊天室有蛮多人在讲说 就是昨天那个 董哥没有去中天 啊对啊 我昨天没有去中天 OK 好 然后我们刚刚念到王文文 王文 是谢谢 啊 鼎南部气宝 啊 白粉白好感 716 那我看清 没有错啊 白色的那个 其实 藍白本来就不会合 那今天有人说 哇看到 那个 侯科 都希望民进党下架 没错啊 但是 藍白不会合 各位我很早就讲 而且 大家也不要再去讲藍白合 因为没有什么用 你知道吗 你在柯文哲很小的时候 他那时候民调只有十几的时候 他都不跟你合了 他现在 民调有人跟他做到三十几 他要跟你合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看到 而且 柯文哲 他是没有任何主张的 他那主张都信口开合 讲完就算了 他跟国民党 那个主张就是 我们两岸应该怎么样 是怎么样 柯文哲那是没有任何主张 他是信口开合的 讲完自己都不知道 那个人是没有定性的 谢谢肉妹妹 非常感谢董哥加油 谢谢 赞赞赞 方奎龙 谢奎龙 非常感谢董哥 蔡振元 蔡振元 租金活的 那国民党的命运 没有了 因为 他们 因为他们 有仇 蔡振元 跟金小刀 他们是有仇的 那 所以有时候讲话 很多东西 大家听听就算了 因为国民党 那内斗的 一言难尽 EGK06233 董哥保重 林嘉兰 谢谢 非常谢谢 欢迎小董 真心话 新闻界 或者政界 大家知道 金普通 跟我的梁子 是很深 我就 超级讨厌他 我在电视上 当着他那边 大骂他 他只要跟我解释 我说不必解释 你做什么事情 你自己比我还清楚 但是 我 我老实讲 因为那是一场 我记得那一场是一个 范立达在讨论新闻的 那 他以前当新闻局长 新闻处长 台北市新闻处长 我当记者 所以我们过去 互动非常多 那范立达那时候 是组织人 他找我们两个 他 他认为说我们两个 已经感情非常好 没有 我在上面骂他 破口他嘛 骂到他一脸尴尬 又不敢回嘴 因为我讲东西是真的 我从来不讲假的啦 然后结束以后 他又要跟我解释 我说不必解释 你跟我解释干嘛 你做这些事情 你 还要火热吗 那个 那一场并没有嫌疾 没有什么 纯粹是那时候 TVBS有个节目 不晓得叫新闻什么就是 找一个资深记者来主持 那范立达找我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时候 所有政坛大家才想说 哇原来 小董这么不喜欢金普通 那没有错 但是这一次呢 这次金普通出来 很多人就开始 有很多讲话 或什么 我也 我也那个 不管他啦 因为你们讲什么 是你们的事嘛 但讲他 讲金普通最多是蓝营的 蓝营这个人讲他怎么样 那个人讲他怎么样 那马航九时代 马航九时代 因为金普通潜意 他马航九 对他比较信任 他就全部授权 所以以他讲的为准 就变这样 潜意把抓 可以这样讲 但是那是他的事啊 因为马航九 你要信任他 你就去信任啊 对不对 将来马航九要是被人家骂 哪里做不好 你们就一起骂 你们叫马金集团啊 简单讲就这样 但是很多事情 也不是外界所讲的 我非常清楚 但是我没办法说 蓝金有谁质疑什么 我就出来辩 我 我干嘛去辩论啊 我辩论不完嘛 因为你们讲的东西 都素质假的 蓝金讲金普通的事情 都素质假的 只有我讲的才是真的 所以他 我那时候上 幻力大节目 我痛批他 他就微微揉揉 吓坏了 脸色苍白 然后下来 董哥我要跟你拿 我说你不是 我讲的东西 都是对的 对不对 那你们呢 你们现在蓝金讲他 都是错的 我不骗你啊 你今天看到 所有在讲金普通 没有一个人讲的是对的 包括有人说 他是美国 派他来帮侯友谊 要内解蓝营什么什么的 今天有人这样写 假的 我跟你讲 因为你们太不了解金普通 我跟他太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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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怎么样个性怎么样的 蓝相处或什么 我都非常清楚 但是那东西都是用自己猜测的 那今天侯友谊 为什么找他呢 金普通绝对不是马航九 教他出来的 很多人 他就代表马航九 没有 但他当然隐含有代表马航九 意思 但绝对不是马航九 教他出来的 而是侯友谊 认为说我现在 这个选战很那个 所以要找金普通 就是要有人来大力诊断 而这个诊断 就是要铁片如斯 你觉得这块 这个东西不行 马上把它切掉 金普通是可以做到这个 就说我跟你们其他人 我没有什么交情 也没有什么太大感情 我就可以切掉了 因为 选战已经这么近了 我不能再让很多东西 你知道选戟最怕什么吗 侯友谊声势高的时候 没什么人讲话 对不对 国民党的立委 包括郑立文 国民党的县市首长 全部挺他 没有挺郭台银嘛 对不对 国民党是依据这个提名 征召侯友谊的 当然还有民调 他主要是三种 一个民调 一个问首尔立委 问首尔县市首长 就这三样 每一样侯友谊都高出很多 所以就征召了侯友谊 是这样 侯友谊下来声势再下降 很多人就开始出主意 这个时候最可怕的在哪里 因为每个人出主意 就说你侯友谊 你必须照我这样做 没有照我这样做 我就不挺你 你看嘛你都讲不听 可是 100种人 有101种意见 我要去听谁的 我听一个人就得罪99个人 各位你懂吧 就会变这样 南京 尤其深南 深南在国民党里面 都是坏事的 我老实讲 我讲这个没有 丝毫不尊重 我也算深南 我周遭的朋友 也都是深南 他的坏事在哪里 你知道 他认为说 你一定要照我这样 要不然我就不挺你 他们就 都是用这一套 那为什么会变这样 你知道 因为他们觉得 我这个是永远对的 可是选举有很多东西 是一直在变化的 靠深南是不会当选的 我在很多场合都讲 很多深南很讨厌我 小董你讲这个 靠深南是不会当选的 如果靠深南会当选的话 韩国瑜就跳进来选了 我告诉你 我讲的是实实在在的话 韩国瑜也很清楚 靠深南不会当选 可是你要去拿其他选票 你要有其他的方式 可是深南会让很多选票 却步 我讲 我讲这个事很具体 我同学全部是深南 我昨天跟他们在一起 昨天我为什么失踪 因为我跟我一群同学在一块 我们就聊了 我说 靠你们这种想法 你们都不会当选的 你们这个都是害人的 每个人 倒头如捣算 磕头如捣算 你要讲什么 我告诉你就这样 很多人讲 吼有意思 就不照我的意思 怎么样 我说 请问一下你儿子跟你女儿 投票给谁 是不是投蔡英文 我们金门投票率没那么高啊 年轻人通常跑回金门 投票给蔡英文啊 还强迫家长 你一定要投蔡英文 全家大吵架 你知道吗 我跟我那些同学讲 你们都养出疫情畜生啊 是不是 你不想要蔡英文在后国殃民 他们在掏空台湾吗 我同学都知道啊 那你儿子跟你儿 为什么 还要投票给他 不是害台湾人吗 是啊 他很清楚啊 那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因为你有一个氛围 这个氛围跟深蓝有关 大家不敢讨论深蓝 跟有关 因为你有时候很多态度很强硬 有时候会得到防感 我非常清楚 我就是深蓝 可是你在态度 我不会兜兜逼人 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不怎么样 我就要怎么样 你谁啊 你连自己儿子 你儿子都管不好 你每天去要求 马上就你必须怎么样 哇你随随随随 必须怎么样 这就是 蓝营会失败的主要原因 你知道吗 没有人敢讲 没有人敢得罪 我不怕 我不嫌疾 我一个打十个啊 我一个打十个啊 我今天在机场领票的时候 旁边一个 哇小董 然后拍拍我肩膀 他说我看你不止一个打十个哦 你一个打一百个都有 我听了哈哈大笑 然后他太太走过来 哎呀小董董哥 哇太高兴了 我讲啊 虽然我们戴着口罩 但是 我们的眼光 胸光还是外露啊 哦 为什么 因为你只想要让蓝金营 你又不想让他更团结 有更多的选票进来 然后每个人自以为是 今天蓝营的 关键在这里 今天他们找金普通回来 就是我要找一个 能够先把蓝营的 先把他 拉回来 可是很多 生蓝的他就不要啊 我就不让你拉啊 你侯友余你就是饭桶啊 对不对 我过去当个 营长师长我都了不起啊 是啊 其实 弄了半天 自己当 蔡英文的马前狗都不用讲了 我讲 讲这个东西都很通心啊 那我我讲东西 只问一个原因 你到底想赢还想输嘛 你在 你现在摆明 你就在想输嘛 然后把责任 推给侯友余门嘛 推给朱立伦嘛 然后说哎呀都不听我的 才会输 啊你有没有去投票 你有没有去拉票 你生蓝的应该做什么 你生蓝的就一个人拉十票 拉百票 不用 而且不要拉自己群体的 什么军校同学会那些 对不对 不要去拉拉些 你要去拉外言 拉你女儿 拉你儿子的票啊 你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你在那边讲大话 自己都厉害都怎么样 我听了就讨厌 我老实讲 各位 你打险战不是这样打的啊 打自己人打自己人 在国民党一来厉害 当你漏的时候就厉害 大家就觉得 你看都不听我的才会这样 侯友余都不听我的 金普通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才会怎么样 你们那么厉害啊 在党 和国家 最危难的时候 有人跳出来 这种人才是了不起的 我告诉你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嘛 一定是这样啊 我今天 我今天在坠落的时候 还有人愿意跳出来帮我 你会想说 他有什么目的吗 没有啊 何必去想人家的目的 他会有什么目的 我有一当选 金普通可能 干什么高官吗 不可能啊 他也不可能干啊 他身体 坏的不得了 心脏都快停了 他心脏毛病很大 各位可能都不知道 我不是要替他讲好话 我再跟你讲 有人要跳出来 现在你就应该 阿弥陀佛了 大家开始来围剿他 我觉得自己才是最好的 你替国民党做过什么嘛 国民党现在最需要的是 大家来团结 那你在那边破坏团结 每次在讲啊 这个不行啊不行 那你最行 你你下来啊 你也不下来 就在那边每天在骂 是不是 那这个帐 就是后面一堆人在扯后腿啊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网路 大家可以留言 他们留言 只是为了给民进党用嘛 对不对 我们还有很多抖内要念完 刚刚念到林佳南 是 谢谢佳南 非常感谢董哥喝水 谢谢 Magician 是 董哥 问我昨天怎么喝 没有啦 我没有怎么 我就跟我同学去 那个 我们同学去 郊游去爬山 这样 谢谢 还有 非常感谢 Erico M PEN 是 谢谢 非常感谢 Erico 来咯 杨凤 谢谢杨凤 董哥平安 可以看到昨天 就是 他 就是 蔡桶他们在延伸吹冷气 外面抗议人的一肚子的气 他是用来做对照 这个 蔡英文还说 延伸的冷气蛮不错的 邱洪志 謝謝 谢谢 说得真好 网红跟那个 艺人都是一时的 的 的确是这样 我讲的 就是 你要会做事的人嘛 然后谢道扬 道扬来了 谢谢非常 谢道扬 然后杨凤 董哥平安 谢谢 道扬都会有好文章 温森放 谢谢 S 然后他从美国来 他说柯文哲的 联合政府要换民进党 主 那干嘛要换民进党 柯文哲说 他如果当选 他要跟民进党组织联合政府 让民进党 因为他的 他的立委席制很少 民进党席制一定很多嘛 然后 行政院长要给民进党干 那何必换民进党 柯文哲 柯文哲讲的 我都引述他的话 草包一个嘛 祝金康 谢谢金康 非常感谢 谢谢 好剩下的我们明天再念哦 好谢谢 谢谢董哥 谢谢